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下一位是鄭佳 那他的主講的是邁向Live Your Office之路 好 欸 不好意思 呃 藥 我的包包是在這邊 謝謝 謝謝鄭佳 謝謝鄭佳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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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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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的話 鄭佳會為替大家帶來就是Live Your Office 在台灣以及世界上就是發展現況 那還有會稍微講一下就是Live Your Office 也是跟我朋友們之間的不同 那我們現在就歡迎他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曾正佳 然後呢 我今天要講的是 主題題目叫Live Your Office之道 然後 主要會講一些 第一個 Live Your Office的歷史 然後呢 沒關係 剛剛那個介紹其實有點短喔 就是希望把一些細節解釋得清楚一點 那其實我去年也有講過 那今天是一個簡短的一個介紹 然後再來就是會介紹一下Live Your Office這個 自由開放的專案 它的背後的運作機制是怎樣的呢 因為其實我想大概在座各位很多可能有自己開發專案的經驗 但是或許參與國際這種開放 又可以就是共協作的這種計畫比較少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像國際這種計畫大概是怎麼運作的 然後呢 我會稍微簡短的介紹一下就是我所知道的 目前 Apache Open Office那邊跟Live Your Office 目前有什麼不同 這樣 那我現在就先開始講歷史故事 對 首先 就如剛剛一馬步要講嘛 就是很久以前 有一間公司 它叫上昇陽 那 它買下了一家做辦公室軟體的公司 買下之後呢 它就把它的辦公室軟體呢 叫做openoffice.org 以這個名稱 發行 那这个Operoffice是一个开放的 然后大家可以进去参与的一个计划这样 可是不久前呢 有一个公司叫甲骨文Oracle 它买下了生洋公司 但是Oracle这间公司呢 它怎么讲 它是一个以商业利益为优先的公司 所以它拿到上生洋这间公司之后 它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觉得没有价值的开放的专案全部砍掉 或是放着也不管 举例来说一个有名的例子叫做OpenSolaris 它原本是上需要指派一个专案管理员去OpenSolaris这个专案 然后协助他们运作 但是转换到Oracle之后呢 他们一直不推派代表 然后社群以后写信跟他们要求 照原本上的那个规章呢 你是需要派出代表的 但一直都没有下文 于是这个计划无疾而终 然后大家就宣布解散这样 那所以当Oracle买下了就是上这间公司之后呢 许多OpenOffice的一些开发者跟社群成员开始忧心忡忡 因为他觉得有一天OpenOffice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其中有一部分的就是当初社群议会的成员呢 他就跳出来想说 如果今天我们像之前写好的规章一样 有一个独立的基金会在OpenOffice背后呢 支持他支持他的运作 然后不会被任何一间商业公司在后面把持住的话呢 那他就可以永续的 以一个免费的一个开放的办公室软体经营下去 他们一开始的概念是这样 那他们在成立这个基金会之前呢 他们先写信去给Oracle甲果文公司 问他们的高层说 请问你们能不能把你们OpenOffice的商标跟资产呢 当度给我们这个将成立的基金会来运作呢 那结果是不 所以那时候Oracle的态度是 他们希望能继续营运在OpenOffice这个产品之上 那所以 这个即将成立的这个基金会呢 他就以另一个产品的名称重新出发 那他的名字 这个基金会的名字呢 成立之后他叫做The Document Foundation 那他的产品叫做Libre Office 那为什么会叫Libre Office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取得那个商标 所以只好拿原本OpenOffice的那个原代码拿出来 然后再Folk Folk之后拿他们 Folk出来的这些程式码再继续做下去 这样 所以 201年的1月 25号就发行了他们第一个Folk的版本 3.3 那这个3.3其实当初是 其实和OpenOffice那时候开发 其实有点像算是并行 然后呢加一些Patch就是他们自己修改的部分 那 在差不多在同一年3月多的时候呢 由于他们基金会其实一开始只是一个口头上的 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基金会 它是 没有法律上的存在意义的 所以 他们3月多的时候开始在网络上募款 希望能捐 应该说募到足够的钱呢 在某个国家成立一个正式法律承认的基金会 然后他们6月的时候就发行了3.4版 那在他们发行3.4版的时候呢 那个同时就是OpenOffice那边几乎 快被Oracle就是有点算停板 那边的开发是几乎没有的 然后2011年6月1号的时候呢 Oracle他做出一个决定就是 他当初虽然说不希望把OpenOffice交给 那个即将成立的Document Foundation 不过他们讨论之后呢 他们决定把这个专案放回去给社群 只是他们选择了另一个社群 那个社群就是Apache软体基金会这边 那经过一连串的那个 就是投票啦试验啦等等程序之后呢 那个Apache软体基金会在2011年10月14号的时候 他正式宣布他们接受OpenOffice这个专案 成为他们旗下的一部分 那这件事情就成为了OpenOffice.org 就是分歧成两个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分支点 那再来呢 The Document Foundation这边 继续维持当初的承诺 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愿景 本来就是希望将OpenOffice继续发展下去 可是虽然说Oracle已经把OpenOffice捐赠给别的基金会了 可是他们毕竟已经没了款 那事情也都在进行中 他们也在自己的那个程式库上做了自己的修改 那是就没有办法回头了嘛 所以他在2月14号的时候 继续依照他们的原始规划的 原来规划的那个roadmap 继续发行他们要发行的版本 然后2月17号的时候呢 他们在德国柏林正式成立了 The Document Foundation基金会 就是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 然后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 就是我们台湾讲的那个财团法人这样 然后今年的8月8号 他们也是依照他们继续当初的规划 发行了3.600 那3.600也有一些新功能 像是像OpenOffice OpenOffice 身边有字数修正的部分 就是中文字数 那LibreOffice这边也有其他的开发者做相关的修正 然后再来我要讲就是像这样 LibreOffice这种开放又免费让人家使用的状态 它背后的推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 既然它免费开发的人又收不到钱 那动力到底是什么 我大概归纳一下 主要有三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它是根据自身需求来做这个改进 例如说你今天可能用某一个功能用到一半 它不能用了坏掉了 或是无法继续成功的运行下去 所以你可能身为一个开发者觉得不行啊 我用都不能用 这样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会自己去修改它 然后提交这个改进 再来另一种就是 它可能对某些领域特别有兴趣 例如说像是Android 或是云端协作这部分 它对于这个领域很有兴趣 它可能就针对这个地方开始修改 然后满足它个人上的兴趣 再来就是另一种就是 它本身是个社群中的开发者 可是它希望被大家认同 因为怎么讲 社群的定义其实就是 一群在共同环境下互相互动的人 那么你想要被社群所接受呢 你就必须做一些好的事情 正面的事情 来提升你自己在这个社群中的社会资产 那这样别人会对你更尊敬 然后更承认你的地位 那有些人是为了有这个社群的归属感 来做改进 然后最后一种就是公司雇用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为什么 这样子一个开放的东西 就是还会有公司雇用那些人去开发呢 其实像是一些大公司 他们的产品中都会用到办公室软体 那还有像Novell的那个EnterpriseLinx也是 所以举例来说像这种商业公司呢 他们就会雇用相关的员工来开发 Office这种软体 再来就是如果说要改善LibreOffice的话 目前要透过什么资源 其实不止LibreOffice这样 全球大部分的所有的相关的计划 开放的计划都是透过这些方式来进行的 首先他们第一种就是透过邮递论坛的沟通 刚刚像叶宝罗刚刚讲到 他们沟通很多都是依靠 那个邮递论坛 邮递论坛就是mailing list 它其实是一个电子邮件的位置 那一般的人呢 只要订阅了这个电子邮件位置 他就可以收到寄给那个电子邮件位置的信 所以呢 你只要发信给那个电子邮件位置呢 所有订阅的人都可以一同收到他的信 那这样就可以提供一个团体的讨论 那任何对这个相关议题有兴趣的人 只要投入同一个main list呢 就能在上面讨论起来 然后展开沟通 再来就是Wiki 大部分的专案 自由软体专案 都会采用就是Wiki系统来记录 他们的一些知识 或是想要和其他人分享的事情 再来就是翻译的部分 因为各国 像这种大型专案 它的使用者是跨多国的 那么 它就需要翻译成各种各个国家的语言 LibreOffice这边呢 是采用一个铺头的 叫做铺头的一个翻译平台来管理 那OpenOffice那边也是采用铺头平台 其他的翻译平台 也有说 例如说什么 Launchpad那边是 Ubuntu这样 就是各个计划有不同自己专用的平台 这样 之后他们回报软体错误 软体臭宠的平台 叫做Bugzilla 它是 就是集中 让开发者可以 追踪 目前软体错误的一个地方 那我现在就要讲一个实例 就是 一些 我个人参与的一些例子 让大家参考看看 其实 像这种国际专案的参与 其实不困难 只要你有去做就可以做得到这样 具体来说呢 当The Document Foundation成立不久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设立了几个邮递论坛 其中有一个是跟本地化相关的localization 就是翻译相关的 于是我就订阅了那个mail list 然后订阅过程中 我会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写信息说 某某语言 现在没有人帮忙 那我可以来帮忙什么什么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就想 好吧 如果一个礼拜之后 都没有人要接中文的话 那我就发信去跟他们说 OK 我可以帮忙中文翻译好了 于是过了 一个礼拜之后 都没有人帮忙 对 因为其实那时候 我第一个在想的是 原本的open office的团队 会不会就是 有人翻译的人会下来接 但是没有 所以一个礼拜之后 我就知道说 OK 目前没有人接中文翻译 这是正体中文翻译 那我希望来帮忙 于是一个管理的人 他就告诉我说 我们现在目前的流程呢 写在哪个wiki页面上 让你自己上去看 看了之后 你就大概知道 这个翻译背后的流程 是怎么走的 然后怎么翻译 那再来一点就是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的流程变了 他们决定把 原本那个很阳村式的 你下载一个翻译档下来 翻译好再传给论坛上 然后请开发者 拿你的档案 再上传回去 他们的那个repository 这个一个麻烦的步骤 他们希望把这个麻烦的步骤 换成一个公开的平台 然后大家只要上去翻译 然后开发者定期抓下来 再传上去就好了 这样就不用每个人 都在那边传 那边下载 有的没的 他们就建立一个铺头平台 就是原本open office在用的 那建立好之后呢 每个语言都需要他的管理员 然后我就透过 这个同样的median list 我跟他说 OK我现在目前在帮忙 中文翻译 那麻烦你给我 那个正体中文的管理权 然后下面人就回OK了 然后就给我了这样 所以其实 这种专案的 开放的专案 其实背后 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 跟他的公告啦 他的背后运行机枝条 通通都发生在游的论坛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再来就是wiki文件 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开发者 或是有的没的人 他只要有兴趣 他想要把他所知道的知识 就可以记录在这个wiki上面 那当初在那个 L10N的那个median list上 也有提到说 哦他们已经建了一个wiki站 大家可以去使用它 然后我就想说反正 我又不会写程式 我又不会写什么文件 我只会翻译啊 那我怎么办呢 于是我就把他们的网页 就做了一个 就是中文版的 虽然说 那个左半边的那个 导航列 那是导航档 没有办法翻译中文 因为他的机制的关系 还没有办法中文 不过我把右边那个部分 就是在那个时候 把它翻译成中文 就是我也参远 他们的wiki的撰写 那如果说 你直接用LibreOffice 然后你再说明 然后 说明等下去会有一个 就是 类似Credit的记录吧 Credit记录会记录就是 每个人贡献的提交次数 还有wiki编辑次数 那就看到我编辑了两百多次这样 还满前面的哦 对 那再来就是他们后来 成立那个铺头翻译专案之后啊 就可以上去翻译了嘛 然后我就在这个网站上帮翻译 那目前最新的翻译结果是这样 就是 LibreOffice 3.6的UI UI就是使用者的界面 目前是翻译完成 然后说明档的部分呢 还有一堆啦 就是 一万三千多个字词 其实它字词就是以英文的一个 单字作为单位 所以它的字词就是算有几个英文字这样 那再来我要说就是 呃 像我个人参与Bugzilla 这个挫从追踪的一个经验就是 像Bugzilla这个平台是他们公开让大家 诶 写 你发现了哪里有问题的地方 那 呃 有一天就是我用 LibreOffice用在一半我就觉得 奇怪这个 这个 栏位指令啊 日期里面有一个 我看不懂的东西就是 像第一个 99年12月31日 我看到当下第一个直觉就是 呃 民国99年 12月31日 然后我用了之后就觉得 诶不对啊 因为我那时候年代是2012年嘛 所以我用了之后它就变成 12年12月31日 然后我就想 诶 12年 哦 原来他讲的是西远 可是因为台湾这边 有民国近人的关系 所以二位数就是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民国 我们不像中国大半边已经废 就是他们只用就是西远嘛 所以他们讲 12年大概知道是2012 对 那再来就是我继续往下看就发现 诶 其实有一个奇怪的格式就是 31.12月1999 你觉得台湾人会用这种格式 你有写过这种日期的吗 对啊 是没有 对 然后下面那个991230也是 我一看就真的会以为那是民国99 对 所以我后来就是发了一个Bug Report 就是 回报说 哦这个日期需要有人来修正 那就是开发者就回我一个说 哦我们目前那个 这个 这个你看到这个页面 其实是透过一个文字档 来编辑的 然后这个文字档 它有一个固定的撰写方式 那规则写在另一个文件里面 然后把这个就是 这个档案的位置给我 然后把你如何修改的规则给我 然后我就花一个礼拜多的时间去研究 那个规则到底要怎么写 它其实不难 它不算日程式嘛 它是一个 XML的就是描述档 你只要改中间的一些东西就好 然后改完之后呢 就是右边是看到的样子 像这边的881231都很明显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跟1999差了 1911嘛 所以它就是 民国 所以目前呢 Deeprofit 3.6版 它的所有的 只要是看到的两位数的 其实它也可以是三位数 就是 总之你在记忆面上看到的 你不会误解说 它讲的是民国还是戏元 这样 然后我也写了一个就是全部中文的 表示像是1999年那种 全部都是中文的 这种可能在日常的生活中也会用到 这不需要城市开发的技巧 你就可以从Bugzilla参与他们的开发这样 再来我要讲一下就是 The Document Foundation 这样一个基金会 它的里面机构的运作方式 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机构 或者 他们会有记录 他们官方所有你做过的 你有什么贡献 他们都会记录起来 那 所以它贡献 他们一定知道 再来就是 你在申请成为会员的时候 你要承诺继续贡献 你不能说 我今天申请完了 OK 我得到这个 成就 好 那我就不管了 OK 反正我有个名号这样 这样是不行的 他们 在你申请的时候 他会要求你一定要承诺 你至少还会继续贡献六个月 那如果你 他们发现你的贡献没有继续的话 他会撤销你的会员 最后一点就是你要提出申请 然后经过他们的会员 委员会来审核 那么 当下也有个实例就是 就是我 就是 其实我在翻译的时候翻译很久 从他一出来的时候就帮我翻译这样 那有一天就是今年 今年好像二月初吧 就有一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就发信给我说 你是我们目前翻译计划中那个 名列前茅 他是讲Top Top Translators 就是名列前茅的翻译者 那 我觉得你很有贡献 我们很有荣幸邀请你 来 就是 申请我们的委员这样 申请我们的成员 对 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请 然后 他们通过审核 他们经过审核 审核之后 他们在 三月多的时候 然后就是 有公开跟我说 就是 OK 你四月一日起就是 TDF的Member了 对 但是 但是 问题是 我在五月多的时候 看他网页都还看不到我的名字 对 然后直到 哦现在看得到了 对 我不久前上网查发现 真的有我的名字 我才敢拿出来讲 对 然后 接下来我要稍微讲一下 那目前 Liberal Office在台湾有什么 就是资源可以帮忙改善的 还有 台湾如果你想要就是 帮忙的话 可以干嘛呢 就是 第一个 你可以帮助 Liberal Office更好 那你要怎么帮助他 你想要帮助他的话呢 你可以到 就是Facebook的社团上 就是 参加 我们的社团 可是这个参加 因为我希望 大家都是 自愿 然后真的想要帮忙 也有的人就是参加之后 然后就 反正 就好玩嘛 点进去然后看个哦哦看个信就好 可是 我希望这个团队里面是 就是真的想做事的人 对 那所以如果说 你希望参与这个 Facebook上的社团的话呢 那你可以就是写信 给我 它上面 你只要查它的成员 可以看到 就是我的名字 然后你可以 透过信 连议我说 你希望帮忙 那我就可以批准你的申请 这样 因为其实目前有 差不多十几个吧 十几个申请我都没有批准 因为我写信 就是 跟他们说 哎 你有没有想要帮忙什么 但是他们都不回我 这样 对 所以那是就被我割置 这样 再来就是 像Liberal Office的使用上 因为我们都知道 CM上主流是 MS Office 那大家用Liberal Office上 或是Open Office上也好 都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 不可能就是事事顺心 或是 就是怎么用都没问题吧 那 所以使用者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给他一些支援 那支援的管道呢 目前 第一个 台湾 自由办公室软体 最大站 Open Office补给站 对 好 再来就是 我们目前 因为大家 Facebook使用量越来越多 然后像那种论坛 越来越少参加 所以我们在Facebook上 也成立一个相关的社团 如果说 你使用上 有一些问题的话呢 可以到上面问 或是 你是有什么经验的话 你可以上去帮忙 回答 帮忙大家解决 那这个的 申请是 你只要申请就会过的那种 对 就不用 不用怎样了 再来就是 教学文件 像我刚刚讲的 已经 基础的使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例如说 怎么调建成啦 怎样移动啦 或是像刚刚营寶秀的 可以就是 旋转这样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让它旋转 也许 那像这种东西就需要一些文件 来 就是教大家 那目前 我们这边是 就是有做一个 像这样子的文件 可是很基本 而且没什么在写啦 对 那 目前 哦这是去年的截图 我没有改过这个截图 目前 2012也是有发过几篇啦 可能全部 10篇左右吧 那其中有一篇叫你安装 然后有几篇叫你复制贴上 啊好像就没有其他的了 这样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新闻 我们也会 跟着官方的新闻 就是发布翻译的版本 就是这样 就是 例如官方发布消息 我会从事贴在这个粉丝团上 大家有空可以搜索一下去 好 最后我稍微讲一下 Deep Office 跟Apache Op Office之间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商标不一样 名字不一样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背后基金会不一样 一个是 Document Foundation 一个是Apache问题基金会 这一定不一样了 然后 呃 目前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这刚刚是 这是一个小差异嘛 对不对 你用起来你不会感觉的 可是接下来就是 最大的差异就是 它的 程式嘛 其实 经过一年多的演化 其实两边都不大一样 然后呢 它的授权不一样 Deep Office这边是 因为它基于 旧版本的Open Office 所以它只能用 LGPL3这种限制性的 保障自由的授权 可是 Apache这边呢 他们已经改给了Apache 管理基金会 所以他们用的是Apache授权 是一个可以让商业 有更大发挥空间的一个授权 好 我就讲到这里 那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可以发问这样 OK 有人要问吗 为什么都可以哦 而且以马猫也在那里 还可以回答 那个 我补充一下 你刚才有说那个 那时候你在等说看 有没有人要接中文翻译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发誓那时候不是因为我 我知道那个时候是 对那时候还不是我 对对对对 那我不知道你 对啊 我也不知道你那边在等 对那些事情我都不行 那也很辛苦你这样子一直接下来 那我觉得你这边真的做得很好 可以谢谢 对 对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 我有个问题 我想问你为什么你当初 会选择用LiveOffice 而不是继续使用OpenOffice 哦 因为当时看起来都是大事已去啊 OpenOffice要崩壞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呢 现在哦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个人主要的使用的 作为系统是Lingus系列 所以主要搭载的大部分都是LibreOffice 然后因为授权的关系 我也比较偏好LibreOffice 对 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把麦克风 那我们再谢谢资政家